水母是电影 内涵你会等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奇葩的恐怖短片 她为我退去皮肤 你会为了爱不顾一切的付出吗 因为爱 也为了娶女友阿美 水哥甘愿退去了自己的皮肤 将最真实的自己呈现给阿美 当阿美看到血淋淋的水哥 满足的笑了 并说着 太美了 她以为 当她为自己的皮肤 当她自己退去皮肤时 她就真的属于她了 而她以为 只有她高兴 她多付出点也没有什么关系 退去皮肤后 两人的感情似乎更好了 他们似乎真正的做到了坦诚相待 但久而久之 这种真实 让他们开始出现问题 因为没有皮肤 床带上经常沾满她的血腥味 地板上 餐具上 只要是水哥碰过的地方 都会染上血渍 但爱一个人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阿美甘愿 忍受这些麻烦 因为没有皮肤 水哥极度怕冷 阿美不得不迁就她 忍着热 去提高室内温度 但是在面对她人时 这样的改变 不再是单纯的爱情游戏 因为没有皮肤 水哥在客户面前 不断拼钉子 这样下去 他们的生活 会变得很拮据 有时 阿美会想 自己退下皮肤 会是什么样的 可这种想法 让她不寒而离 虽然自己口口声声说喜欢 但日复一日的清洗和打扫 让阿美不耐烦 还好有朋友来做客 可以调节下气氛 然而这种情况 依然没有改观 最好的朋友 也跟她有了个合 因为水哥的外貌 让朋友害怕 水哥变得沉默夸言 态度也有了变化 她抚摸着自己的皮肤 开始有了悔恨 但是这一切已成定局 无法改变 两人之间的感情 似乎有了改变 似乎又没有改变 夜晚 看着熟睡后的阿美 水哥慢慢地抚摸着 她的皮肤 当她捏起 她的一寸皮肤时 黑暗中 阿美露出了惊恐的眼神 影片到这儿 戛然而知 结局怎样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 大家应该已经有了答案 很多人都在为了爱 却迁就某些 不对等的待遇 这分明是以爱之名的 绑架和勒索 爱情是让两个人 越变越好 而过于苛刻地要求对方 爱情便不再存在 剩下的 只有贪而无厌的肤浅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她为我退去皮肤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